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都是很激烈 1比99的情況是普遍存在 這個令人對資本主義失去信心 即使在資本主義內部,年輕一代 亦是精神毀美,掛著咳毒、生活、腐化 沒有發展追求的目標 中國共產黨的路向最近的確有少許轉變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 其實他們作了一個定段 就是說中國的社會 現在只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即是說未有條件全面進入社會主義 因為中國的社會還是農業社會 他連資本主義都未曾發展 工業還是很落後 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沒有條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所以不可能一下子 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社會關係、意識、形態 全部切割 所以當時將恢復生產、將經濟搞上去 就放在首要位置 發展才硬道理 這是一改文革時候 政治掛稅、專門搞階級鬥爭、內部清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階級敵人 這些做法扭轉過來 事實證明鄧小平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中國因而是由少部分人先富起來 到很多人都富起來 企業、民企也都重新湧現 他們可以擁有生產資料 都進行經濟活動、牟利活動 令到中國經濟發展得相當好 但在這種做法下 很多共產黨人都忘記了他們日黨的初衷 很多人以前造海政府公務員都下海重商辦企業 每樣都說發達為上 基本上都不講革命 在這種情況下 有些人覺得共產黨都已經爛掉了 給外國也有很多期望 中國就和平演變 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很明顯他對這種現象是有不同意見的 他開始就對中國黨裡面的貪污活動 黨員的那個心態的轉變 進行扭轉 不是純粹只是講經濟建設 而是要講政治上的路線 接下來要怎麼做 這種情況是令到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政策 國外的政策都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 比如最近對教培事業的監管 對互聯網平台公司的監管 對地產商的監管 全部都不是純粹只是考慮經濟的 比如你說對教培事業的監管 很多人因而沒有工作 很多投資會被蒸發的 對一些互聯網公司的打擊 亦都令到股市蒸發數以千億計 整體我相信經濟上的損失是很大的 中共不管經濟上的損失都要做某些行為 很多都是政治上的考慮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跟中美角力在外面的壓力都有關係 這個除了是黨的領導人對黨的路線有新的看法 不想中國共產黨真的變成一個和平演變下的新的 而是想恢復有一定的歷史使命 民族訴求這方面的角度 這就是習近平想扭轉的方向 這方面其實他算是做得相對成功 最初很多人覺得共產黨都掛著發財 都很難回頭 他成功逐步逐步扭轉了 當然其中都要多謝特朗普、美國向他施壓 變成在一個外來的壓力下促進了黨內的團結 促進了中國內部的民族的團結 這個對他進行這件事反而起了有利的作用 另一方面國際大環境或者美國本身做得不夠好 都是令到中共有機會走回社會主義道路 其實在蘇聯解體之後 一般人的看法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較量已經勝負分明 美國有一個日裔的經濟學家 現在叫做福生的曾經寫過一本書 叫做世界的終結 即是他認為世界已經是勝負分明 資本主義是取得全面的勝利 將來資本主義的制度已經成為人類的終極制度 在蘇聯倒台的時候的確是令人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美國沒有把握好這個機會 令到世人對資本主義產生長遠的期望 因為美國借自己獨大 沒有為世界帶來和平 帶來經濟上的繁榮 反而到處去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 掠奪別人的資源 或者是搞些什麼顏色革命 將自己那套理念 不管別人是暴落社會 對回教國家都要硬要別人近 結果就搞到天下大亂 對其他國家的人民做帶來很多災難 另外他亦都被一些發展中國家覺得 資本主義發展得好 都是少數富裕國家得益 大部分其他的國家都是 只能夠提供原材料 提供廉價勞動力 生活是沒有辦法改善的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 一樣是貧富懸殊 美國出現過黑人的生命都是重要的 這些運動對抗種族上的歧視 法國也有黃背生運動 反映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內部矛盾都是很激烈 一比九十九的情況是普遍存在 這個令到人對資本主義失去信心 即使在資本主義內部 年輕一代也都是精神毀美 只顧著咳毒、生活、腐化、沒有發展追求的目標 只有少數企業家或互聯網公司 一朝發達就靠資本市場增值 身家富可敵國數以千億美元計 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更加嚴重 另外在金融市場 即是不斷要靠QE印錢 債務永遠都解決不了 令到大家覺得資本主義制度 即是沒有辦法解決 持續發展 眾人分享失去了這種能力 根本不應該是人類的理想發展 這些情況都令到中共覺得 在社會主義方面 尋找新出路是值得去做的 在這個大環境下 我相信中國共產黨 在未來一個不短的時間裏面 都會將他們的注意力 不止放在經濟發展上 還要跟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有所差異 有新的追求 這個就是未來世界都必須面對的一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經濟實力很大的國家 他們裏面有一個從上而下 這個都會對現有的世界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所有範疇的事情上都會遇到一些新的做法 大家要做好準備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給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